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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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吃饱 那我想呢 这个最近这个行情 当然是震荡很大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今年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必须要去了解到 先看量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先不要看价 因为你现在目前来讲说真的 你去看指数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扣掉台积电 那其实事实上这个指数当然 他也是有点失真啦 对不对 你扣掉台积电 说是在这很多股票都已经不知道 所以扣掉台积电就是这样 那当然台积电这个东西 就是他似乎怎么样 你说他差 他来回到五百 甚至五百以下 那台积电就让他差 那事实上他比国际来的强 我讲真的 因为台湾的护国神山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扣掉了台积电 其他的就不见得比国际的强 甚至要弱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事实上这个 大家都根深蒂固的认为说 反正政府就是会护台积电嘛 政府就是这个出手就是台积电嘛 要办理怎么办 台积电啊 联发科啊 这些所谓的护国神山群 那当然这个是政府的政策 我们这个也没什么 大家事实上 这个已经是三岁小孩都知道了 那这也没什么 台湾就是只能这样子 但是基本上扣掉这个 我已经讲过了 台湾现在目前来讲 每天有一半的量都在当冲 不管今天多少 因为有两千亿 一千亿都在当冲 三千亿一千五都在当冲 所以一半都在当冲嘛 那这些当冲的人 他不见得会去做全职股 当冲的人他不会去做全职股的 那当冲的人他一定在冲什么 冲那种量大的啦 冲那种强势的啦 但是扣掉这一块不讲 你必须要去了解到 怎么样能够怎么样 长中短线 来做一个互补 那当然你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事实上跌到了这边 那跌最深的怎么样 还是在扣掉了这个所谓的大家 当然啦 这个习以为常的这个 比如说航运股什么的 事实上那是大家就是觉得说 已经买很多了 那种跌就说真的也是有限 那真的很多电子股 他跌的也快 那种跌快涨 他当然涨得快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未来来讲的话 跌的最深的还是电子 还是在电子上 因为你有的传产说真的 是大家航运啊 这些什么的航空股 那买了很多 那事实上跌 大家有这感觉 就好像跌 那事实上他跌的 还没有电子来得多 所以他谈的话 我个人认为未来谈的话怎么样 电子还是很有机会 谈的话还是很有机会 但是电子你谈 你说句实在话 就像大家在最近他 比较 电子里面最强的 网通了嘛 我们讲的网通了 但是网通这一块 变成他比较没跌 他没跌他在这个指数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未来涨 会未来涨 这个就很难讲 这个很难讲 比如说你IC设计在这一块 跌的比较深 未来会不会有机会 IC设计反而他涨会更快 那你说网通这一块 是大家最近的 比较 琢磨多一点 他感觉上好像跌了 会不会后面变得有点补跌 这很难讲 好不好 因为这个是一种 就是说你要去研究一下筹码 那我个人认为在最近的这一块里面 你必须要去特别注意到 因为我陈老师跟你谈到过的 第一个量不要太大 当然你现在看到量有的很大的 那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这一类的族群 基本上他虽然是带人气 但是你要去看他 现在目前来讲 在上面的空间还有多少 有的都已经涨了很多了 有很多都起很多了 那这些股票说真的 也是大家当冲的一个标的 那你现在去看指数 我个人认为会失真 因为指数说真的 他跌升当然会谈一下 对不对 但是未来来讲的话 还继续 美国还是要升息 升息的话 这种所谓的通膨的影响 还是存在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美国 他就算会反弹 我认为也是有限 那现在这个指数扣掉了 这一块的话 今年来讲 我认为你不要硬手 你一定要多去看个股 有的人一直在看说 我今天涨 是不是会涨200点 涨300点 还是说明天会跌怎样 我个人认为 第一个 你不要去看这个 因为我认为美国怎么样 也是怎么样 也是跌多涨少 涨就算涨也是 对不对 也是会慢慢的催润 这个是世界的趋势是如此 所以你在今年来讲的话 我一直跟你提到过 要多注意怎么样 一些所谓的 避开一些所谓的大家比较认同的东西 那有一些大家本来不认同的东西 在今年都特别会发酵 比如说你看看 像我这个已经跟你讲了 你看看 5月15号 没有人要讲这个 明基于美食 那时候谁要讲这个 对不对 这个就不要讲 那当然这涨了很多了 我这已经涨 我已经跟你讲 生计二雄 主力 5月15号 我已经跟你讲过 对不对 那当然这涨很多了 你比如说你看看像这个 建雅 我也跟你提到过这个生计一哥你要注意 有没有 政府国安会的行政院的唐莲 有没有 这我也讲过 那像比如说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 这你要注意啊 这个亦安呢 这个要很注意啊 亦安 那当然这些股票来说的话 你未来可以慢慢的观察 有的涨多有的涨少 像这个涨多了 对不对 像这个涨多了 那像这个你看看 这生计 你看我之前跟你提到过建雅 这涨少了 你看这唐莲 这要注意啊 对新药 我之前有跟你提到这支股票未来怎么样 他光美 他在美国是唯一一家怎么样 在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 这种 医材的被认证 所以你这个要很注意啊 我之前涨三股的时候就跟你讲这意安你要很注意 所以你在最近的行情里面你要特别去注意到这些股票 我也跟你谈了很多了嘛 都已经讲了很多了 这都是我之前在讲的 那像比如说 电子股里面的九威啊 我跟你提到过的九威啊 你要比较注意 有没有 这种股票没量没价 那当然今天震荡 震荡不是代表他会跌啊 震荡可能又是一个买点 对不对 所以呢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谈的这些股票 你要多留意 因为这些股票或许你在以前你不觉得啦 真的啦 你以前你不觉得 我以前跟你讲这种东西会涨 对我不会跟你提 我之前有跟你提到说什么药滑药 那药滑药那种东西 我是建议不要碰啦 你那种东西说起实在话 会不会又是下一个高端 要涨到四百多块了嘛 以前有一只叫瑞姬啊 也是当股王 瑞姬你知道吗 跟现在药滑药差不多 后来你知道现在瑞姬 瑞姬最低得要多少 得要剩下八十块 所以难保那个药滑药你也不要太追高 因为我认为生计股它有个特色 生计股不比电子股 它可以上千元 这是一个每港 你生计股你只要到四五百 什么生计股王啊 你就稍微调一下 所以生计股基本上来说的话 多去琢磨一些还没有涨的 多去琢磨一些还没有涨的 那像这个东西它是已经涨了 对不对 那我个人认为生计类股的话 说句实在话 能够到一百不错了 一百以上的话 说真的能够到两百 那就是紧绷 那你说像那种 几百块的那种生计类股 我认为它没有办法像IC设计一样 因为IC设计说真的 它可以上千元 甚至一千两千三千都有机会 但是我个人认为生计有这困难度 但是生计股反而 你现在去看一些什么 比较中低价的 那种中低价的股票 我个人认为未来机会更好 像这个我都之前 跟你讲你也不买 你看5月15号 像这个建亚 这个我都认为这个都很好 贾滴滴啊 你没有记得吗 我以前跟你讲 像这个亦安 亦安我就跟你讲 他一年赚30块 这一年赚30块 这也不会输给电子 还有像我之前跟你提到什么 三顾啦 顺耀啦 那要注意 我都已经讲过很久了 像建亚 这一类的族群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你现在目前来讲 你去琢磨在生计股的身上 有一些股票 他现在在下面 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 我们当参考 这支股票 你把它放在心里面就好了 我在这边有给他写 反正你这也没买到啊 你这哪有买到 明基一家美食 这支股票 既是救人 生生不息 把它放在心里面 二十几块 二十多元 你小心这未来可能有心药 有心药 有心药 反正你就把它放在心里面 你现在看到很多的生肌类股 说真的 有很多他不见得跟新冠肺炎有关系 有的是什么血癌 有的是癌症 有的是糖尿病 真正跟新冠肺炎 真正跟新冠肺炎有关系的 我跟你讲不多 你把它放在心里面 这一支股票现在才二十多元 你小心明基一美食之后 小心这一支中低价大爆发 我再讲一遍 你现在生肌类股 比如说我今天这样跟大家谈 真的跟新冠肺炎有关系的不多 这跟新冠肺炎有关系吗 这可能跟癌症有关系 你看看这个 这跟新冠肺炎有关系吗 这跟政府有关系吗 他发本什么新药也是怎么样 那你看看这个 这跟新冠肺炎有关系吗 这可能在着重在什么糖尿病 或者是什么一些所谓的心脏血管的疾病 这种东西 对那像这个为什么会长 这个怎么样 他有一个新的题材 他未来可能怎么样 他有这个所谓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国外的这种转投资的 业外的 这个很多是靠业外的 对不对 要不然他会30块 但是跟新冠肺炎 你又注意 跟新冠肺炎 你小心这以后可能有机会喷出 所以今天陈老师给大家一个机会 欢迎怎么样 欢迎大家来电询问 欢迎大家来电询问 那今天呢 这些强的潜力股只限10名额满为止 好不好 只限10个名额 额满为止 我正好是在之前跟大家谈的这些东西 希望大家放在心里面 因为 我有时候我之前跟大家谈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陈老师啊 这股票我不太爱买 我说这个以后会很多人讲 那时候我在讲的时候没人讲 你看看我在电子股 我在讲那九威 然后人要讲那个 我说这个九九大涨 威力无穷 没有人要看那个 你看今天又爆出一万张 对不对 涨了三四只涨 我认为还会再涨 你等到量缩一点 那个九威 还有你在电子股里面 你要特别注意到一些股票 我再讲一遍 电子股里面 比如说光学镜头 光学镜头这一块 你要很注意 你不要小看那个联谊光 什么联谊光 中阳光 阳明光这些股票 这有没有可能是下一波电子股一个很重要的族群 我在这边跟你谈 再写一遍 你要很注意到这股票 我个人认为是很有机会 因为这股票 当然这个最主要 当然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大力光 我认为大力光在这边说真的 它是已经慢慢也会出现止跌讯号 所以说像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你要注意到他可能未来这些股票 他的一个机会会更大 这个光学的部分 所以今年下半年 要注意一下 联谊光 阳明光 中阳光 先进光 我认为这是下半年四个强光 下半年 下半年 这个都要很注意 我常跟大家提到 联谊光 阳明光 中阳光 跟先进光 那我之前我跟你提到说 比如像这个九位 这个拉拐 你要注意 你不要以为说 他会结束好不好 那因为我跟你 常跟你谈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你现在 你现在你看基手 你现在你看基手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我认为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我今天讲 因为我另外一个讲的更实在一点 小英 大概也没有连任的压力了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重点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反正政府就一定会互盘 可是你要了解到 小英在第一个四年 他当然他是 他为了要连任 小英现在他没有连任的压力了 难道要作嫁给赖清德吗 我是觉得你想太多 所以我们讲的更难一点 小英的给他摆烂 也有可能 我讲 这个人的心态很奇怪 人的心态很奇怪 我这样讲你懂吗 就好像今天阿兵 阿兵做八年 他才会觉得 我民进党 后面我要帮谁 那个不会嘛 所以就被马英九拿走了 你看马英九 他第一任 他第二任 他有连任的压力 所以怎么样 有些东西 他就会特别注意 那等到马英九做完八年了 他有没有替国民党好好想一想 我要替 接下来我要替国民党的谁 朱立伦什么 想一想帮他们 没有啊 所以他第二任怎么样 尤其第二任到了最后一两年 还是摆烂 所以小英当然他也是 你认为他会帮 未来他希望 他希望民进党谁来上吗 我认为 我认为他不会这样想 他只会想着说 我未来可能我把我的人 尽量我的人脉 还能够留在中央 这是他想的 我相信他也不会 他也不见得愿意说 反正你后面你是赖金德上 还是谁上 对不对 这干我屁事啊 我反正我已经公成名就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人 常常就是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 你那种自私的心态你知道吗 对我孙中山干大总统 我干完了 我管你今天谁来干大总统 反正我干完了 所以你看看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把孙中山当国父 对不对 他把他已经公成名就了 他今天总不希望说 这个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有第二个国父 对不对 反正国父就是我了 这种东西 有时候就是一种 比较自私的心态 但是中国人会这样子啊 对不对 所以你去想嘛 对不对 你看看阿炳亚 他会 他阿炳亚干完 他有帮后面的民进党 所以后面民进党又崩盘了嘛 你看看马英九干完了八年 他有帮国民党下一任训 想没有嘛 摆烂 结果你看民进党就赢了嘛 那你现在小英 他已经剩下两年了 那小英现在剩下两年 你认为他也没有连任的压力 你说股票说真的 他会去护盘 我认为他不要卖就不错了嘛 所以当然他选举 他当然是说 现在要选举了 民进党也没有继续跟他吹下去 股票稍吹下去 那我认为第一任会这样子啦 第一任当然是这样 因为第一任你说句实在话 你怕丢 万一像专卜一样 你看为什么会 对丢了江山 那很丢人 干一任都很丢人 那小英已经干两任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股票上面来说的话 当然这个也是天命啦 所以小英你看他第一任的时候 这个美国一直飙一直飙 没有想到小英也剩下两年了 美国就一直跌一跌走空头 所以我个人认为你不要 你也愿意说 这政府会再进来 政府会再赴台积电 那我个人认为你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 因为小英已经 每个总统到了第二任 剩下一两年的时候 你看他阿炳啊 剩下一年的时候 红三军出来 你看阿炳啊 那个马英九 你看剩下最后第二个 马王战战争 马王之争 所以说小英可能他到剩下一两年了 第二任一两年了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政治 当然政治他会影响到股票 政治是会影响到股票的 很多人说不会 怎么不会 你看林秉书 他怎么知道台积电 他怎么知道长龙阳明望海 对不对 跟高嘉瑜那边 他怎么知道 我今天讲的蓝天脸 高嘉瑜今天 怎么会去抗 对不对 你就知道他们这个一定是 一定是有一些内线嘛 不然林秉书他也自己讲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台积电会涨 我怎么知道这些大型股 长龙阳明会涨 对不对 他跟那立委为什么会熟 跟王家的那个张宏志 怎么那么熟 所以就知道他们这个政治 怎么会跟股票没有关系 就你不知道 对不对 那后来分手了 稍稍稍稍稍爬 那可能股票也没什么 没冲衣 没冲很好的 才会想 不叫我买 不叫我买 自己买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可能就是说 你要注意一下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认为这个下半年 可能电子股还是会涨 但是我个人认为 生计股这一块 很厉害 我已经跟你谈过 那华欣你要注意 那交加的 交加那个华欣 华欣你知道吗 这个股票 华欣 我认为他这出不掉了 我是认为出不掉 这个少说一定要在五十六十以上 这交加 这交加我跟你讲 这炒股高手 这个要注意 所以说有一些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那我个人认为今年光学 光学应该是不错 光学 这光学 我认为还会有机会 我认为 这个都有机会 四个强光 那像这个的话 我认为这个很好 所以说像这个建牙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建牙 这个国安会 行政院国安会的 这也会有新药 我建议是毛宝第二 明基一美食 那你要去注意到 就是说 其实在未来来讲的话 这个疫情 不管它是不是降下来 有降 当然会降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以后跟病毒共存 这是事实 所以跟病毒共存 这个事实以后呢 以后的生计股 这个这一块 是目前来讲 台湾的未来 因为生计股 这个东西它很奇怪 你要知道 生生不息 我今天为什么给大家介绍 这个生计 这个生生不息 这个生生不息 这个生计的生生不息 那它是要祭祀救人 那未来 这个生命 我个人认为 在未来十年 应该会比生计 比科技要重要 我认为 现在二十几块而已 所以这支股票注意一下 我之前跟你讲 这你也不买 你也不理我 你怎么不理我 我不理 你不理我 你不理我 长那么多 那时候都才 这个还讲三十块 我在讲这个才三十块 我在讲这个才三十块 我在讲这个时候九十块吧 应该是只有九十块吧 我在讲那美食的时候九十块 就跟你讲 这有鼓阻力在炒 有没有 我那时候在讲 这有阻力在炒 那时候这好像才三十块 明基 我好像说 这好事啊 人家都说买IC设计 买一个航运股 你怎么买什么明基 我说这个以后不得了 我那时候都讲 我不会跟你讲要做什么 做什么血癌 还是做什么癌症 我不会跟你讲 我说这个以后 有人在里面搞 你看看我写得那么清楚 你能看到写得那么清楚 我说以后这有人在里面搞 没有人要理我 一大堆人都在买 每天都听着台话投控 对不对 阿宅 阿宅你知道吗 台话投控 有一个当事长 叫阿宅 他发财 你怎么发财 研义财 阿宅 每天在讲 航运多好 赞 航运还可以买 阿宅 台话投控 自己都买得了 他又不是分析师 他怎么可以 人家长龙 阳明 万海 自己也没有 发言人也没有 出来讲什么 化得了 阿宅化得了 要去啊 他又不是分析师 所以那时候一堆人 在买航运的时候 我说你要不要买点这个 没有人要买 今天陈老师送给大家 两只非常重要的股票 把电话打通 我陈老师常常跟你讲 就是说今天只有收十名 电话一定要打通 免费的 一定要打通 有没有听到 一定要打通 一定要打通 十位而已 一定要打通 我陈老师跟你讲 就是说你把他打进来 那这十个投资朋友 十位投资朋友 额满就没了 好不好 一定要打通 那我今天送给大家 两只非常重要的股票 你参考 两只重要的股票 好不好 重要的股票 你参考就好了 一定要打通 有没有听到 一定要打通 那就十个而已 等一下赶快拨电话 十位而已 好不好 让我不耽误大家时间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 小资翻转 188专案 帮您翻转 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 02 85113366 02 85113366 相信从顶丁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 我们是一群 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 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 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 迈向成年的第一步 各位投资朋友 那我想呢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当然这个指数叠到这边 当然空间会很大 我个人认为上去 很多股票都会大涨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给大家 非常重要的潜力股 十个名额 但是你在这边说真的 你买错没有用 你买错可能赔更多而已 我讲真话 曾老师我买台积电就好了 那你不要看我节目了 好不好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头前四年 小英可能会富了 后面一两年 你不要亂说台积电的多赞 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跟你讲 今天送大家这个两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潜力股很重要的 好不好 那未来要多特别注意 类似这种股票 中低价的 未来要跟所谓的病毒共存 未来十年人类必须要跟病毒共存 那我给大家非常重要的 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未来人类啊 如果有做一些特别特别的新药 那它现在的价位 它未来的爆发性 我相信非常 那今天送给大家 好好把握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